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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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经关不了 关不了政经 各位同学 大家好 十月份真的是个光辉的十月 因为十月份呢 在台湾的司法史上 2020年的十月份 是一个前所未有 见证历史的 重要的一刻 在这个十月份当中呢 台湾的法院有两个值得观察 而且写入台湾司法史的 两个庭 一个就是在上个星期 十月十四号 在台北地检署所召开的 检察官黄伟 终于开庭了 406天 2019年9月4号 蔡同学状告了贺德芬林環强跟我 结果病案9478号 这个案子竟然在台北地检署 躺了406天 这个忽天天不应忽地地不灵 最后邮报琵琶半遮面 就出来了 走出来的结果呢 是一个完全就是形式上糊弄你一下 我开庭了 接下来恐怕又是一个406天 或者是两个406天 我们大家张大眼睛来看 台北地检署到底在 并以撒毙棒 大家来敲碗 来看看台北地检署的第二个庭 什么时候开的 而且很奇怪 你原告蔡同学告的是不明不白 你所有的证物都在原告蔡同学的手里 我请问检察官黄伟 你怎么不去问清楚原告 你到底要告什么 你怎么不拿出东西来证明 你告的是对的呢 你反倒去把三个被告中的两个传唤过来 然后问他说你到底什么Facebook 什么YouTube上一片什么有打蓝勾勾 没打蓝勾勾 什么有齿轮没齿轮 你问那个不是很无聊吗 你那个上网查一下就知道 所以我当庭是完全不想回答他 然后问我什么学经历 什么有都没的 那个不需要问吧 我这么没有名气吗 你还要问我在威斯康辛大学博士 什么有都没的 好有的 重点啦 黄伟检察官 重点是这个原告 他也是我的同案的被告 我把这个案子反手告了他诬告 重点啦 黄伟检察官 你不需要我这个学新闻的人来教你法律吧 重点在于 原告所告的东西是否属实 是否有法律上的关系 这才重点啊 今天我随便去路上说 我随便随便抓一个路人甲说 他說他毀謗我 請問你 黃偉檢察官 你會放406天之後 把路人甲叫去問說 請問你是什麼學校畢業 請問你有沒有毀謗過街頭藝人 是這樣嗎 你先搞清楚 你先應該把我抓去問吧 問一下看看我到底哪裡惹到 他哪裡惹到我吧 而且這個案子 全國鬧得沸沸揚揚 我們在海外的論文門已經播了33集了 我必須說全世界有相當多人在矚目吧 政經關不了英文的名字叫做 True Voice of Taiwan 我們的英文版在全世界 光是論文門 實際上觸及的人有6.6億 觸及就是說 曾經看過這個不知道看多久 看過跟這個有關的 跟我們這個YouTube上面有關的 6.6億 直接收看了政經關不了的 True Voice of Taiwan的論文門 的內容的 有8700萬人 蔡同學 你出名了 真的 我們真的是在為中華台北的總統 打一場名譽的戰爭 那黃偉檢察官 你不能咱們假笑 不要咱們爭笑 你就直接去問原告說 你所有的東西都在你身上 你要告人 你們拿東西出來看看吧 對不對 你拿出東西來 來證明 對方是在侮辱你 你要負舉證責任 你告別人 別說別人毀謗 好 那你要證明別人第一個 有毀謗的這個 表面上的要件嗎 表面效度要有嗎 那這個沒有問題 因為我就是偶啦 我每天都在節目中談論文門 這個不用舉證 這個任何人都知道 第二件事情你要證明 我說的是假的 那這件事情 所有的證據都在你身上耶 你隨便拿出兩張照片 你隨便拿一個你指導教授 跟你在一起的照片 你隨便拿一個 你畢業典禮的照片 你隨便拿一個 穿博士服的照片 你隨便拿一個 口試的 那天當天拍的照片 你隨便找兩個人證 證明你的同學 不要找賴信員那種 跟你八根子打不著的人 好吧 那種什麼 曾經借過你的宿舍 睡過幾個晚上 這種人滿街都是 他沒有能力證明 你是不是具有博士學位 你找劉鐵針那種有沒有用 他根本就說謊嘛 他也會成為我們的證人 到頭來看你要當證人 還是要當被告 好 那麼 證據都在你手上 你告人 你不提出證據 檢察官不先問問看 這個告人的人 你的證據在哪裡 竟然傳兩個被告 被告明明就三個 只傳兩個 然後一個不到 叫你拘提他 你也不拘提 到的那個叫你判他死刑 你也不判 你好歹當庭羈押嘛 對不對 因為 這樣的人不是抱著必死的決心嗎 罪證確鑿 而且每天串貢 要不然你就發動搜索 你就查扣他的犯罪工具 對不對 我的犯罪工具 兩天前已經被PICO查扣了 他把我的麥克風頭給咬掉了 那我裝了一個新的 黃偉檢察官 你可以學一下PICO 當第二個PICO 來查扣一下我的犯罪工具嘛 好歹做點事吧 黃偉檢察官 你沒事浪費我們的時間去開庭 你覺得我們都閒閒沒事嗎 賀老師比較聰明 他懶得理你啊 我是這種溫良恭儉讓的人 對不對 我這種 從小叫中叫孝的人 檢察官一傳我 我是在家發抖了三天 我就出庭了 對不對 而且我這個人不說謊話嘛 所以我承認我犯了所有的錯誤 而且我這個人 好漢做事好漢當啊 一罪一罰我叫你判我死刑罵 具體求處死刑罵 而且我正在連續犯 而且我還跟你講說我不會停止啊 我走出法庭以後 我馬上就繼續犯 我繼續開記者會 回到家以後 回到公司以後 我繼續錄影 從10月14日到現在 一個星期我沒有一天停止過 這麼犯刑惡劣的人 你又不羈押他 你又不去查扣他的犯罪工具 你任憑他繼續 就你的認知 或就蔡同學的認知 造謠聲勢 這個詆毀國家元首 台灣還有王法嗎 華為檢察官 你不可以這樣擺爛吧 林環牆你不敢傳喚 賀德芬 不來你不敢拘提 彭文正 繼續的詆毀國家元首 變本加厲 你不敢羈押 你又不敢查扣他的犯罪工具 請問你 你把台北地監署當什麼 當社福機構 好 這個離譜先放一邊 406天不開庭 開了 意思意思開一下 好 這個網路作家 Michael Richardson 他又登了一篇文章 在Richardson Report上面 他說 黃偉檢察官這個動作 基本上是在英國的ICO兩邊 共同串供的一個非常細微的做法 待會我們來看看他的說法 Michael Richardson 用有一個英文報導 把這個世上最荒唐的開庭 向全世界用英文做了一個報導 他認為 這中間有人在協調ICO 英國的信息委員會 跟台灣的法庭檢察官之間 去做一些雙簧式的配合 Richardson 他還告訴我說 他說 他覺得我會敗訴 他覺得這所有的棋 都是在台灣的法院 跟英國之間 一步一步的在鋪陳 他還說明了理由 待會我們來看看他說的理由 但我跟他講我不怕敗訴 Jr 圖文 他沒有給他 任何人的法庭檢察官 因為他的法庭檢察官 尤其是被監察官 尤其是被取得 尤其他人的法庭 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 有人嗎 我跟他講 我講 人生值得做一件事情 為了追求真理而被迫害 聖經上說的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我多麼希望我做一件公義的事情 我因為這樣被害沒有關係 我無所謂 我數算好代價 我願意付出代價 但是 蔡同學 我跟你說 你不可能贏 因為這樣的判決書沒有人寫得出來 我必須告訴你 我們在英國的部分 最近大有斬獲 好 蔡同學 我們不是不出手 1450在那邊急我們說你去告 你去告 我們一個層次一個層次的告 Michael Richardson 是我們共同的戰友 他告了 他用行政訴訟的方式告了 我們是要一步一步的 在提告的過程中 然後 收集證據 最後再一舉成情 我不會抱虎平和 我不會說一開始 大傷旗鼓 搜手 做這些動作 這些動作反而會引來 司法跟 英國倫敦大學之間的 某種程度的利益結合 所以 我們在做旁敲側擊的工作 然後 迂迴戰法 但絕對不會停 而且我跟蔡同學講 我們在海外的軍團的實力 已經到達了一個 我覺得不輸一個中華台北的實力了 我這樣告訴你 已經有多國的 有志之士 而且層級之高會讓你瞠目結舌 因為 當那些翻譯成英文的 你說過的那些話 散播到海外的時候 所有看過的人都搖頭了 什麼Bloody Hell 什麼1.5個博士學位 什麼說出自己的論文題目 搞得完全不一樣了 什麼東西 說叫Miss Tsai 你進來一下 什麼 你的表現太好了了 什麼法律人說你 經濟寫得不錯 經濟人說你法律寫得不錯 你這些東西 我們通通整理成為一個蔡言論集 翻成英文 在全世界各角落 在投訴當中 海外的政經關不了 還有海外宇宙政經學院的同學們 他們隔自就位 每一個人就開始分派工作 他們在網上聚集 網路上面開會 然後隔自去做隔自的工作 在全世界開花結果 蔡同學 你丟你的臉可以 你別把台灣人的臉給丟光了 但是好家再不會 如果今天 台灣沒有宇宙政經學院的同學 沒有你我 確實蔡同學把台灣人臉丟光了 可是如果我們持續的跟蔡同學對抗 我們在世界的新聞史上 跟世界的司法史上 我們將為台灣寫下光榮的一頁 因為有一大群人 他們不畏打壓 不害怕權勢 把這些事實把它上來 我要去看 我和平良的倫敦 然後 你自己去管 因為你都會走 在平利 在平利 我自己去管 你自己去管 大家不少 你自己去管 你自己去管 我自己來管 你自己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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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自己去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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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низ期 cette своихoshope 我們繼續要講的是 在我們12月9號 遞出的另外一個 台北地方法院的 確認博士論文不存在之訴 12月9號我們遞出狀子 12月9號我們遞出狀子 結果呢 台北地方法院的 到今天為止 都沒有開過庭 好 什麼時候會開庭呢 109年10月27號 上午11點鐘 在哪裡呢 在民視庭大廈 二樓十四法庭 在貴陽街一段233號 109年10月27號才開庭 請問我什麼時候狀告蔡同學 博士論文不存在之訴 108年的10 12月9號 108年12月9號 到109年的10月27號 一共經過多少天呢 323天 這一個簡單的民視庭 再單純不過的民視庭 323天沒有開庭 而中間出現了一個判決 這個判決是在沒有開庭的情況之下 連原告告什麼都沒有問清楚的情況之下 就判決了 所以從去年的12月9號 到開庭下個星期的 10月27號中間 323天 完全沒有開庭 這個323天之後呢 就是下星期的10月27號 上午11點鐘 在台北高等法院的民視庭大廳 在貴陽街一段233號 十四法庭二樓 大家別跑 如果要去的人別跑錯 我是強烈建議大家 尤其是法學院的教授 帶著學生去看 一場當總統被告的時候 總統有刑事豁免權 但是總統沒有民視豁免權 簡單的講就是說 總統呢 到底是否想有什麼 因為這要是 所以 新常呈現到 到處者跟習近平立大廳 贖民視的 這整個案子的原告叫做彭文正 被告叫做蔡英文 在10月27號上午11點鐘 高等法院民事庭 十四庭直求對決 我告蔡同學什麼 我告蔡同學她的博士論文不存在之訴 我在節目當中說過了張永慧法官 用一個完全沒有法律素養的瞎理由把我們駁回 她說這個純粹論文不存在 因為沒有法律基礎沒有法律關係存在的事實 所以不能告告不成把我們駁回了 我們的起訴書上寫得多麼清楚 因為這個案子是個自訴的案件 我們說我們之所以要這個戲徵論文的原因是 因為這個戲徵論文牽涉到我跟蔡同學之間 許多的官司 因此我們要來確認這個博士論文不存在之訴 這和這集 博士論文 mudar文? 現在已經沒有法律的話 剛才是開始而已 就是今天就是 但是東上的後來 當然就是 難以 какая 都沒有打算 雙手提及 trends 然後 相關的事情要做點準備 結果沒有 323天不開庭 高院第一次開庭 延遲辯論 這是什麼意思呢 法界的人告訴我說 一般來講 一般的庭會先暖身一下 了解這個事情的前因後果 然後問一下有沒有什麼證據要調查 這個沒有 直接來一個延遲辯論 意思就是通常延遲辯論完了以後 就會進行判決 就是延遲辯論完就直接判決 延遲辯論大概是最後一個停 接下來就是宣判 所以法界的人告訴我說 這個案子吃案的情況極為嚴重 吃案的情況非常的可能性 嫌疑度非常之高 我是說真的 我們在台灣尋求官司 甚至我們在英國尋求官司 你知道 就雙方的權力跟實力不對等的情況之下 會像我這種這麼白目的人去告蔡同學 你知道我告蔡同學我要花多少時間 我要花律師費用 我要花過程當中的許多的蒐證的費用 我要花很多的精神 這些都不算在內 因為我還要承擔蔡同學 勝訴我敗訴的許多法律上的 財產上的 金錢上的種種的風險 但是我必須說 因為這個事情沒有人告 隨我來告 一共也只有林環牆教授我跟賀德芬 林環牆教授因為人在美國 所以他有很多事情在台灣的訴訟 他不方便我來做 賀德芬老師因為他對於行政體系是擅長的 他在台大做過這麼久的教授 也教過了這麼久的書 在法學院的名譽教授 所以他對於走行政訴訟 訴願這個部分是他的專長 那我就來負責跟蔡同學的行事民事 我跟你纏到底 這是我的工作 我們三個人分頭 我們三個人其實只是檯面上的 檯面下的 在美國 有律師 有博士 有政府官員 有司法官員 有英國的 有美國的 一字排開 都在默默的 為這一場公平正義 打一場勝仗 而全心投入當中 那有些朋友他們最後會跟我們一起開記者會 有些他們可能就做默默無聞的無名英雄 但是 歷史都會紀念他們 這一場公平正義對邪惡黑暗之戰 我們完全沒有輸的空間 因為證據是鐵證如山 台灣怎麼判決 或者英國怎麼判決 英國怎麼cover 台灣怎麼cover 那都無所謂 最後只會讓這件事情的共犯名單 加起來 可以 一卡車如此而已 讓共犯 有一卡車人增多而已 我們在這個案子當中 繼續進行的步調不會改變 我們所有參與的人信心十足 因為我們手上的證據 比各位聽得到的看得到的 在節目中說的還要多得多 有些東西不方便講 有些東西連我都沒有拿到 因為他們也不好 他們也不信任 不是不信任我 是不信任交給我之後 然後我在我的各種通訊的 E-mail 跟軟體當中 可能被查扣 或者被盜走的可能性 而事實上 我都叫他們不要寄給我 重要的東西別跟我說 免得在過程當中 被我們的國安體系給劫走了 又讓蔡同學可以予以做準備 這種前科累累的事情 施呼嚨就幹過 我們只要公開說的東西 他們立刻改 第二天沒有一次超過24小時 不管是IRS的名字也好 或者是什麼 余國華擔任過總統 蔡英文擔任過副總統 或者諸如此類 很可笑的網路上犯的錯誤 他們通通都改 還包括Michael John Elliott 這兩個人合著一本論文 這些東西通通被改過了 但是你改的越多 只能證明你越心虛 而且到頭來在法庭上面 我們要求償的是 你刻意地因淹滅證據 這個部分我們還要加告你 還有包括那一連串幫你做事的人 包括了施呼嚨 李中志 謝志偉 蕭美琴 張曉月 你們通通都等得到 包括台灣的部分 教育部高教司長 教育部長 國圖館長 副館長 政大校長 副校長 通通都別跑 一個都不會放過 這就是目前我們的訴訟策略 跟訴訟進行的事項 好 323天之後 台灣的高等法院 要進行言辭辯論 我將帶著我的所有證據 我會讓對方的律師 跟想要護航他的任何法官 啞口無言 那麼至於要怎麼宣判 隨便你 反正這一切東西 將來我們把這個東西攤在陽光下之後 你們都要面對法庭的審判 以及法官評鑑委員 監察委員 抱歉 那個時候陳菊應該不會是萬年的監委了 我們會讓這個案子 在法定的期限當中 最有力的時機 提出各項的訴訟 而且 就算這個案子高院把我們判 我們輸 延續一審的判決也沒有關係 我們手上還有10個案子 還有14個被告 在等著我們把這個案子遞進台北地檢署 跟台北地方法院 因為 透過不同的角度告不同的人 用不同的訴訟標的 可以拼湊出這整個論文門 造假的痕跡 是一個都躲不過 蔡同學 我要告訴你的事 趕快回轉向神 向上帝 祈求祂的憐憫 這段廣告 馬上回來 中文字幕製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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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製作 中文字幕製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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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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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手上的這張船票 它說明了一個世界史上第一 就是在歷史上 台灣的總統第一次在任內成為民事被告 卸任不算 阿扁總統在卸任之後曾經成為民事被告 但是這是總統在現任的時候 變成了這個民事的被告 而告訴人就是我了 被告就是蔡英文 這個很簡單 因為總統他在刑事上有豁免權 就是我舉的例子 總統今天如果搶了銀樓 他不需要受刑事的追訴 在他這四年任內不需要 但他一卸任之後就要面對法律 但是被搶的人可以對他要求民事賠償 這個部分他沒法跑 他必須要面對民事的法院的求償 那我就是告訴他民事 告什麼呢 確認論文不存在之訴 好就這麼簡單 確認博士論文不存在 109年度上字第278號上什麼意思上訴 上訴的意思是我們第一審 被張永慧法官完全沒有開庭 也沒有問原告 然後用偽造文書的方式 把我們沒有要求列入訴訟的標的 列在他的判決書上 然後用這個東西把我們給駁回 簡單的講就是說 我們從頭到尾都告訴張永慧法官 而且我們在理由補充狀 後面的狀子當中寫得更清楚 我們說我們要這個博士論文不存在 是我們告的 我們要用這個博士論文不存在 來證明他博士學位不存在 進而因為這個所牽涉到的幾個法律關係上的訴訟 才能夠解除他的不安定狀態 意思就是說 我們需要經過告蔡英文的博士論文不存在的這件事情 來解決其他訴訟 包括民事刑事之間的相關的爭執事項 那結果呢 我們要來確認的是博士論文不存在 不是博士證書不存在或是學位不存在 結果我們的張永慧法官呢 大啦啦的給我們寫說 我們要確認博士學位不存在 然後把這個東西作為我們駁回的一個重要的理由 這個就好比說 今天呢 我告蔡同學說 她的博士論文 我告蔡同學 比方說啦 我在法院告蔡同學說 她呢 博士論文造假 結果這個法官在寫判決書的時候說 這個原告彭文正指責蔡英文搶劫銀樓 但是我們呢 在案發當天調閱了現場的監視錄影帶 發現並沒有蔡英文的足跡 而且蔡英文也提出她的當天不在場證明 因此有關搶劫銀樓的部分呢 是不存在的 因此判你敗訴 今天張永慧法官幹的事情就是這個 我們沒有再跟她要求爭執博士論文 博士學位存不存在 我們的是明明白白的是 確認博士論文不存在之訴 結果她用我們沒有主張的東西 拿來駁回我們的自訴 這個就是張永慧法官 光天化日用偽造公文書的方式吃案 所以我說如果這樣子的案子 我們送法官評鑑委員會 或者是張靜雲律師回頭告她偽造公文書 假設不成立的話 那以後的法官判決書就好邪了啦 每一個人呢不管你告什麼 他都說這個人查沒有殺人 所以原案駁回 如果這個是沒事的話 台灣的司法史上就會出現可笑的接二連三的 牛頭不對馬嘴的判決 因為這個沒事啊 法官盡量寫 隨便寫 寫不出理由 你就把別案的 他案的這個判決書拿來抄一抄 把名字換一下 人家告偷竊 你就說他沒搶劫 然後結案 這個就是今天張靜律師看不過去 這個曾經擔任過檢察官法官 看不下去這個後背張永慧法官幹的這種荒唐事 所以他對他提起了偽造文書的訴訟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 323天不開庭到10月27號才開庭 這是一個民事案件 理論上來講 就法論法來講 民事案件的被告沒有一定要出庭的義務 你可以找訴訟代理人 你可以找律師來幫你出庭 但是我今天要講的是 在法庭心理學上面 我們要看看今天如果 我是一個被告 我也曾經在很多事情上 就是做節目被告過兩三次 有刑事有民事 因為為了要證明我的清白 我幾乎是每庭必到 不管刑事不管民事 為了證明我的清白 不管我告人或我被告 我一定盡可能出庭 也就是整個判決的過程當中 如果有一個庭剛好衝到 我不能去 我會要求能不能延 像我在國外的時候 就曾經延過一次 因為coronavirus的情況 我根本沒有飛機 可以直接回來 所以我就申請了延一次 後來法官說沒辦法 所以我們呢 就讓張靜律師跟李政華律師 去參加了第一個提起 不管是刑事或民事 只要沒有因為時間上的嚴重衝突 我們一定想盡辦法 為什麼 不管是原告或被告 都想要想盡辦法 證明自己的清白 這是原告或者被告的心理 一定的 在什麼情況下 原告或被告不願意出庭呢 幾乎是沒有 除非放棄了 這書沒關係算了 無所謂我敗吧 才會不出庭 不然的話 一定出庭爭執到底 哪怕是我百分之百的錯 我們也要去做個解釋 看看能不能 讓這個法官的印象好一點 所以最後的判決 能對我們稍微好一點 可能減少一點刑期 或者減少一點罰金之類的 所以沒有一個原告或被告 會堅持都不出庭的 今天我們就來看看 10月27號 這個躲了323天的蔡同學會不會出庭 正常情況下 原告為了自證清白 怎麼會不出庭呢 你想想看 我們換個角度來看看蔡同學 1983年 這麼辛苦這麼厲害 這個博士論文的題目 1983年的1月份才核准 我6月就把論文寫完了 這麼厲害 而且10月份口試的時候 還被這個指導教授說 你寫得太棒了 我們在考慮要給你一個還是兩個博士 最後考慮給你1.5個 還有這個主考官 你一個external examiner 還有你的指導教授 竟然說裡面什麼 有一個法律師 有一個學經濟的 學法律的 學法律的說 你經濟的寫得好 學經濟的說 你法律寫得好 還在你的這個畢業證書上加注 加注說 你對國際貿易有非常獨到的研究 那這麼棒的事情 被人家侮辱 被人家污蔑了 整整一年半的時間 天天摸摸咪 摸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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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沉昏定醒 每天都跟你問候 台灣不夠 台灣不夠 英國 美國 這麼多人串聯起來 每天都在說 你的論文有問題 林環牆教授獨立觀察 Michael Richardson 在海外做英文的報導 在英國還有律師 還有朋友 出錢出力 大家一起在努力 這樣子 在詆毀你的名譽 你竟然不會出來講一句話 我要是你 我早上 天還沒亮我就去排隊 我11點的停 我天沒亮 就買著這個燒餅油條 我在門口站著等 我就站著等這個停 我要包青天立庭 我要好好的把我的這個官司討回個公道 而且當天我可能會帶著兩大個這個皮箱 不是要上飛機 是把我所有可以證明我博士的所有東西都拿來 雖然我這個案子沒有要跟你爭執博士 我只跟你爭執論文 我就會把我的草稿帶來 我會把我手邊的所有證明我寫過博士論文的 一字不差的拿來 而且如果是換成是我的話 我會把我的草稿帶來 我會把我的打字稿帶來 我會把我的論文帶來 我會把我在UMI上面的這個縮印本帶來 我還會指把我的指導教授的名字寫給你 E-mail給你 我還當庭打電話 郁揚電話給我的指導教授 我的指導教授也都還活著嘛 我可以打電話給我當天的口試委員 Hey Michael Fall Hi Professor Fall Hi Professor McCloud Hi Professor Hallaby Hi Professor Hauser 我一個個打 Do you remember me? Stanis Palm 那個1.5個博士學外那個Bloody Hell的 你還記得嗎 我一定會用各種方法 找證人來證明我的論文是真的 怎麼會有人告後不理呢 告完就跑啦 406天不起訴 也不開庭 無所謂 民事的部分323天不開庭 也無所謂 怎麼可能嘛 而且 要證明我的博士論文存在 請問你除了我可以證明以外 還有誰可以證明啦 因為全世界沒有找不到第二本嘛 全世界沒有人有 全世界沒有人引用過 全世界包括自己在內也沒有引用過 只有他的一個學生 號稱看過他的論文引用了一個部分 但是前後寫的兩個題目都不一樣 那你說這什麼東西 而且這一段落 似乎是跟別人的論文裡面抄出來的 那 全世界沒有人真正引用過你的論文 包括你自己都沒有引用過你的論文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每一個在學界待過的人 蔡同學在學界待過了12年嘛 每一個待過 只要待過一天 你都會希望你的論文被引用越多越好 因為這跟你的升等跟你的學術路有關 你的論文被引用的次數 將會證明你的學術地位 跟你的學術實力 所以沒有一個人 會不希望自己的論文被引用 但是很抱歉 很抱歉 蔡同學的論文 沒有人引用過 然後 今天如果你是一個被告 我當然帶著兩個007皮箱 裡面全部都是跟我的博士論文有關的證據 然後親自出庭 當年馬英九 因為那個跟王金平還有柯建民 就還involved 還牽涉到黃世民 牽涉到陳守皇 這些檢察長檢察總長 不是一個告泄密 一個告這個什麼 反正告來告去 對不對還記得嗎 喔 距今已經五六年了吧 不是告這麼關說嗎 告泄密嗎 馬英九告王金平關說 王金平呢 告馬英九泄密 然後牽涉到檢察總長黃世民 你憑什麼颱風天夜奔關底 去把你們掌握到的通聯記錄 有關於王金平柯建民在談什麼 關說案子 關說司法的案子 去跟總統報告 總統呢 就間接的裁示了 這個案子要辦 那時候我們不是在講這個 總統跟司法的奮計嗎 余今看來 如果那個案子黃世民 這個叫泄密的話 那今天蔡同學的手 深入司法的種種事蹟 還包括其他的 那要用什麼東西來形容 我要重點是說 那個時候馬英九 作為一個被人家指控泄密的被告 他在任內 他用盡各種方法證明自己的清白 他證明了所有的方式 想盡辦法想要說他沒有 而且那時候我們在 我當成檢察官評鑑委員會的 第一屆評鑑委員兼發言人 我們在評鑑委員會當中曾經討論過 要讓傳馬英九來當證人 因為到底陳守皇跟檢察長 跟黃世民檢察總長 有沒有泄密這個過程 我們得要先問問看 馬英九跟黃世民之間 到底是誰聯絡誰 誰討論了什麼東西 有沒有下指令 當天有沒有什麼內容 所以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一度想要傳馬英九 這個消息見了報之後 馬英九的態度是什麼 沒有問題 如果要傳我我就去 結果今天看看蔡同學 你都已經成了被告了 那個案子還不是說馬英九是被告 是黃世民 他都覺得說必要的時候就去 因為每一個國民 都有出庭當證人的義務 講到這裡 其實蔡同學 你今天的身份 除了原告跟被告以外 有一天我們會傳你當證人 我看你有什麼理由 去規避一個國民可以應盡的義務 你當你被法院傳證人的時候 你是沒有資格 你是沒有權利拒絕到 我們來看看 所以我說我們手上有十八套劇本 蔡同學你不用躲了 我們身上至少還有十個案子的卷宗 在等著一個一個提告 這些提告的東西裡面 你有很多是證人 我們告教育部高教司長朱俊章的時候 你百分之百是證人 因為朱俊章為你去偽造文書 為你去讀職 原因是因為你提供了他一個不實的訊息 所以你當然是證人不是嗎 那個時候你再來不出庭吧 我來看看我們的司法對於現任的元首 完全沒有任何的作為嗎 你不出庭 刑事庭也就罷了 因為你有豁免權 但是豁免權不急於對你的證據保全 你的證據如果再被流失 再被塗抹 再被消滅 再被淹滅的時候 對你的證據保全應該overwrite 你的所謂的總統刑事豁免權 因為刑事豁免權不急於你的證據的保存 那不然這樣講起來 沒有一個總統在會被判刑 為什麼 那當年阿扁也可以啊 當人家在講他追他海角七役的時候 他就在總統任內把所有東西都銷毀 你去看看阿扁的案子 司法是怎樣的先射箭再畫把 今天蔡英文的案子 是已經鄭重弘心了 還要把那個箭拔掉把把拆掉 這是個完全不對等的司法遊戲 你去對照一下 當年什麼換法官啦 什麼大案小案亂病一通啦 前案後案亂病一通啦 還有那個什麼做偽證的啦 所有的案子都在要把阿扁抓去關 今天蔡英文的整個例子 是用盡各種方法偽證的 然後法官不開庭的 用盡各種方法的司法手段 要幫蔡同學脫罪 各位不覺得很奇怪嗎 這是怎麼回事 我請問各位海角七億比較嚴重 還是一個人36年他的論文造假沒有學位 而一路詐騙 從副教授教授 然後當官員選舉一路詐騙到總統 哪一個比較嚴重 各位用腳響都知道 我請問你蔡同學的犯行嚴重 還是阿扁的犯行嚴重 覺得蔡同學的嚴重的請加1 覺得阿扁嚴重的請加2 蔡同學比較嚴重加1 阿扁比較嚴重加2 我不提供加3啦 加3叫做一樣嚴重 我知道很多人會講一樣嚴重 但是我覺得加3沒有意義 因為今天我們是在比較 因為阿扁已經得到了他的 他已經被已經坐了6年的牢了 而蔡英文還在逃亡當中 而且逃亡也就罷了 整個國家機器在協助他逃亡 你不覺得很荒謬嗎 進段廣告馬上回來 阿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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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 太大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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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一本裝訂好的論文都拿不出來 放在國圖的各位不要忘記喔 那叫電子檔喔 當勇順教授曾經分析過 他為什麼不敢拿實體 只敢放電子檔 因為他在逃避行責 好 這題外話我們再講 那除此之外呢 一個人這麼厲害拿了1.5個博士學位 又被加注對國際經濟貿易有特別的研究 所以他就這麼棒的論文 一本都不存在 全世界都沒有 連這個應該要有的 全部都沒有 實體的論文一本都不存在 只有在總統府的那個白手套的魔術秀 拿出那個泛黃一張一張的 而且泛黃裡面還摻插著白色的紙 可見那是不同年代拼湊的 你連Original的草稿都不敢拿出來 你還跟人家打什麼官司 我不知道高院你延遲辯論你要變什麼 我不知道高院的法官 你在開這個延遲辯論的時候 你到底有沒有看證據 所以我開庭的時候 我會先問幾個問題問法官 我看你看了沒有嗎 我先問你看了沒有 這444個錯字你看到幾個 我先問你這件事情 問完我再回答你的問題 不然我一樣在法庭當中嗆你 我毫不留情 台灣的司法不該如此的自甘墮落的 為無恥的政客服務 司法是獨立的 是高超的 是價格價值情操高尚的 不是拿來這樣趁精論量的賣給無良的政客的 這是我要正告台灣的檢察官跟司法官的 拿出你們的道德勇氣來 不要做歷史的罪人 好我們接下來要分 跟大家分享一篇 Michael Richardson 的文章 Michael Richardson 的這篇文章 他是講到一個標題 這個標題是 Michael Richardson 把這篇文章寫到了 就是他把用英文版 Michael Richardson 他非常的努力 而且他有跟我們一樣的個性 就是不追求到真相 絕不終止 你看他一次兩次三次至少十次以上 跟英國的ICO資訊委員會交涉 然後被打槍不死心 上訴行政法院得到的結果 ICO告訴他說 揭露蔡同學的口試委員 會造成蔡同學的distress跟damage 造成她的傷害 那你說這個 你說如果是你一個正常人的話 一般人啦 算了算了 你就知道英國在 在cover up 蔡同學 在罩她 民不與官鬥 算了吧 Michael Richardson 是一個媒體人中的媒體人 她不放棄 她一步一步的追到今天 她現在做的每一篇Michael Richardson的report 用英文寫 對這個論文們傳播到全世界 鞠躬絕尾 我們在英國的律師團 是在看過Michael Richardson的一篇一篇報導之後 完全被說服 告訴我們說 這個確定 因為Michael Richardson她做的 她的英文寫的 她的英文寫的 她的那個報導寫得非常好 而且她很聰明 她做的每一個訴訟跟每一個詢問 都是打中七寸 所以你把Michael Richardson連續到現在 有十四五篇的報導 一篇一篇一篇的看完之後 你可以不用看她444頁的paper 你也可以不用看 林環牆教授的50頁 440這個錯字 你直接看Michael Richardson的report 你會對整個案情豁然開朗 你會明白 非常清楚的知道蔡同學在幹什麼壞事 好 這個Michael Richardson的report 她的每一個report在海外用英文版 被轉傳出去 累計超過了十萬次 就是說每一篇都超過了將近十萬 各位不要小看喔 會看她的英文版報告的人 代表她們是外國人 至少不是台灣的當地人 那麼當有十萬個人 每一篇都有十萬個人看過 她們在各個論壇中 經濟學的學界的開支善業之後 所造成的這個共振效應 是不可忽視的 謝謝Michael Richardson 她的這篇文章的標題叫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檢察官 向蔡英文總統的批評者賀德芬跟彭文正發出了傳票 她的整篇文章 那這篇文章有點長 她具體的結論我先講 她具體的結論跟重點是 她說她在過去一個多月當中 跟英國的訊息委員會 跟倫敦大學的交涉 她就覺得英國倫敦大學的這個交涉 好像在等什麼東西 她終於明白了 她跟我聯繫 她說她終於明白了 她們在等台灣的檢察官的動作 她也告訴我說 她的判斷是為什麼檢察官黃偉 拖了406天之後 會選在這個時候開庭 因為她在send a signal 給英國 告訴英國說 蔡英文是告真的 在給這個 英國的ICO一個串貢 那英國的ICO 也在等著看台灣的訴訟 為什麼 因為英國的ICO 寫給 Michael Richardson 的回信當中 提到了蔡英文 在台灣對我們 提出訴訟的這件事情 所以她在看這個劇本要怎樣配合 所以英國的資訊委員會 就在透過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在打太極拳 而黃偉檢察官 根據Michael Richardson 的判斷 台灣的法院地檢署 是跟英國的訊息委員會 在互通訊息的 這個我一點都不驚訝 因為從蔡同學的案子到現在 幾乎每一個步驟 英國方面都有人接應 這個人的層級可能比施呼嚨高點 因為施呼嚨英文不好 腦袋不好 邏輯不好 邏輯不好 又很粗心 拿了48萬英鎊又不好好辦事 所以才會捅出這麼多樓子 製造出這麼多笑話 那這個背後操盤的人可能換人了 他們又比較精細的手法 在操縱著英國跟台灣的兩邊的官司 但是你不用緊張 我們接下來會有一連串的動作 在檯面上檯面下進行 我說過的事情絕對不會是假的 只是有的東西不方便挑明的說 但是並不代表我們沒有再進行 總之蔡同學她被繩之以法 貪在陽光下的日子只是指日可待 大家必須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大家要有信心 信心呢是所見之事的確據未見 所見之事的實體未見之事的確據 好今天呢我們再來看看蔡同學 就是下禮拜十月二十七號 法庭中呢要拿出來對決的 十月二十七號早上十一點 在高等法院的民事庭 要拿出來對決的This is a book 我們要來看看被告蔡英文 你拿什麼東西來主張你的 1983 84年的論文存在 1983 1984這兩個年代都是你說的 因為你一會兒說1983一會兒說1984 所以我們要來請問你 你拿什麼來證明你的博士論文存在 我們等著十月二十七號來看 好我說台灣的記者應該要堵麥去問蔡英文 各位可以留言給你們認識的記者 或上他們的臉書 請他們主堡總統府的 應該要去問蔡英文 十月二十七號早上十一點 你出不出庭 第一個你出不出庭 第二個你為什麼不出庭 第三個請問你 你要拿什麼東西來證明你 1983 1984年的博士論文存在 你總不能拿那個沒有人簽名的阿飄文件 那個阿飄文件也不能證明你的論文存在 論文存在很簡單拿出來給別人看 我說過嘛 你要證明有一個人是活在地球上的 你不是拿他的戶籍資料拿他的身份證 而是要把這個人找到帶到你面前 才證明這個人是活著的嘛 對不對 就像我要證明愛因斯坦是活著的 我證明愛因斯坦 Albert愛因斯坦現在還活著 因為我昨天在東區逛街的時候看到愛因斯坦 他那個長相我絕對不會認錯 愛因斯坦活著 別人一定會說你嘻笑 我說沒有啊 他的相對論在這裡啊 他怎麼會不活呢 他的手稿在這裡他活著啊 愛因斯坦在那個 Princeton Research Institute 在Princeton的研究院的時候 他的那個做的位置上面 還有他留下來的稿子 所以證明他是活著的 他寫信給別人的那個信 我手上有一份銀本 在網路上看得到 所以證明他是活著的 這就是蔡同學的訴訟策略 你要證明愛因斯坦是活著的 你要證明昨天在東區逛街 證明撞見的那個愛因斯坦是活著的 你趕快去把他找來 你趕快去把那個人找來 然後開個國際記者會說 Albert Einstein is here 這才對嘛 對不對 那你說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愛因斯坦已經死了 他不可能讓你帶到這個地方來 但是蔡同學的論文沒有死啊 根據蔡同學的說法他沒有死啊 他只是在某個地方 他藏起來了 而且不是別人幫他藏 他自己藏起來的 那你該拿出來了吧 這麼好的證據一拿出來一翻兩瞪眼 全部人都倒地 我洗門風 我在高院一走出來 我馬上跪在貴陽街 我馬上跪在貴陽街一段233號門口 跟全球的人道歉 因為蔡同學1983年的論文找到了 蔡同學我多麼希望有這麼一刻 讓我可以承認我的錯誤 讓我可以像大衛一樣 在神的面前求神憐憫我 為我造清潔的心 讓我從此以後嘴巴不毀謗人 心不偏帶人 我如果我錯了 我絕對道歉 我一定公開道歉 還蔡同學清白 我現在等的是10月27號 蔡同學11點鐘 我在貴陽街一段233號 高等法院民事庭14庭等你 等你帶著你的博士論文來 讓我們一蹶高下 我想每一個原告跟被告 都應該獲得合理的審判 公平的審判 此起始也 蔡英文 有種別躲 來 我們來看看 This is a book 這個This is a book 是147頁倒數第九行 左邊第二個字 它有一個字叫做 All obsidies other than export A-U-B-S-I-D-I-E-S Obsidy 沒這個字 沒這個字 Obsidy是什麼 對不起 不是A 是s 是subsidy s-U-B-S-I-D-Y 是subsidy 如果你要變成負數 是s-U-B-S-I-D-I-E-S subsidy 補助補貼 來 每日一詞 的話 你繼續看 no 它的造句是 The company received a substantial government subsidy 這個公司得到了一筆相當大的 來自於政府的補助 這是今天的每日一詞 接下來又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刻 跟大家分享聖經的智慧 在創世紀的三章二十一節 這個時候呢 上帝告訴亞當 告訴夏娃 說你們要付出代價 告訴蛇 告訴蛇說你要終身又肚子走路要吃土 告訴亞當說你要歷經產難 你要聽你的先生的 你必須要服從他 你必須要煉目你的先生 還有告訴亞當說 亞當你必須要終日勞苦 然後你種田種得灰汗如土 地上還要長出很多荊棘來阻擋你 而且塵歸塵 土歸土 你是塵土創造的 你將來必死 將歸於塵土 最後三章二十一節 耶和華神就像所有的父親一樣 他還是愛著他的孩子 雖然亞當夏娃犯了錯 三章二十一節是說 耶和華神為亞當和他的妻子 用皮子做衣服給他們穿 這個父親上帝 用皮做了衣服給亞當跟夏娃穿 這是創世紀三章二十一節 我們會慢慢的來把創世紀呢 一章一節的跟大家呢分享 讓大家了解明白神的心意 在這邊祝福大家晚安 有愉快的夜晚 明天見囉 明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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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天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